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好久沒有製作改島影片啦 之前我的叢林猴子島 由於Switch的原主人也就是我弟已經拿回去玩了 所以那個系列已經停更了 接下來要改的島會是我的本島 要整個拆掉重建啦 我目前把我的島上像這樣子又分成了很多塊的小島 預計會在每一小塊地上面使用各種不同風格來改造 讓整個座島變得更豐富喔 這次我要從服務處所在的這塊島開始改造 我稱它為本島 除了服務處以外 雜貨店 服飾店 以及博物館等 這些比較現代化的建築都會集中在這塊土地上 也因此這次我會用一些比較現代化風格的家具來裝飾 而今天要處理的是本島上的服飾店與雜貨店周邊 博物館則會留在下一次再來打造喔 在影片開始之前先感謝建林廠商贊助 八位堂SN30 Pro2手把 除了可以自定義所有按鍵外 最厲害的是它能調節蘑菇頭操作方向時的出力範圍喔 長時間改到也不會讓大拇指過牢了 購買連結我放在資訊欄 買之前也要認明是建名代理的才能享有保固 輸入無界頻道的專屬折扣碼 MUGAI Pro2還可以折250塊喔 我們先從服飾店開始動工吧 我先在服飾店門口鋪一小塊木板地板 再用拱形磚路來譜外圍的部分 先大略的把想要的範圍圈出來 細節之後再來修正 順順地往後面鋪 在服飾店旁邊種下灌木 接著我想要用萬聖節柵欄來圈住前方的小塊區塊 並在店門口放美麗的雕塑 另一邊放絲欄來裝飾 我個人覺得斯蘭看起來還蠻有現代感的 路面的磚塊再補充鋪一下 放上飲料販賣機跟垃圾桶 走到了里側我們再放一個電話廳 現代感馬上就出來了吧 史培亞看起來好像非常喜歡美麗的雕塑 河邊放上一幅畫還有鑄鐵花園桌椅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看起來就很文青了吧 販賣機換個比較跳一點的顏色 旁邊停一台登山車 花園桌上放一杯咖啡杯 復活節盆栽與復活節綠雕 也很適合放在這種現代感滿滿的地方來做裝飾 服飾店門口放一藍的康乃鑫 溫馨 幫附近再添一些植物吧 我覺得藍色的花這種看起來很不自然的顏色 很適合添加很多色素的現代城市 所以本島上面的花我打算全部種植藍色的花 房子後方我們再放個路燈 服飾店的部分就差不多完工啦 服飾店完款雜貨店 這邊地板的部分我也是先在門口鋪木板地板 再用拱心磚路來做外圍 多遠一點 經營 有一個很大 檸檬娜一直想辦法跟在施工中的我聊天 我想要延續我之前二島佈置雜貨店的概念 讓狸貓商店成為在島上製造污染的源頭 我先在左側放置垃圾袋與垃圾桶 垃圾桶旁邊再加個電線桿 這邊也放復活節盆栽與復活節綠雕 跟另一邊服飾店的裝飾來做對稱 雖然畫面拍不到 服飾店與雜貨店的地板 各加裝一個人孔蓋來幫助排水 暫時放個透飲貨櫃在門口 待會我們可以放個東西在它上面來裝飾 先在右邊種植一些灌木 再加裝一個路燈 放一台豆梨粒梨牌的爆米花機在門口 前方再種一些藍色封信子 這邊的空地我要來做個小小平車場 可能大家會覺得這個地圖車子是要怎麼跑 不用擔心 這台車子的設定是水上也能跑 我說的算了 用樹叢隔開兩台車 後面再加裝個復古加油機 右邊跟對岸剛好是個平行的地形 很適合來加裝一座橋 我們就來蓋坐有都市氣息的藍色鐵橋吧 花的旁邊擺個小鳥水盆當作藝術裝置 我們再把路面往裡面繼續鋪下去吧 玫瑰花樹裝飾放在剛才的偷雨貨櫃上 接著我們把甜點販賣機擺在這邊 這樣看過去好像剛好都是紅色的 超漂亮的 商店後側裝個瑪利歐水管 當成是狸貓商店排放污水的地方 為了讓他們的犯罪行為更加明確 我們再放一些看起來很危險的空氣油桶 與廢棄輪胎堆在這個角落 加上紙箱 捲管器 花園水龍頭 這一小塊地就完成了 我們來處理服務處前的這一小塊空地 在中間種一棵橘子樹 算橘子已經沒有摘下來了 然後在四周種下藍色的花 就變成一個很棒的休息場地啦 最後最後我們再多補一些萬聖節柵欄 就完成了 我們來處理服務處理 請大家喜歡的紙箱 支量的人 一定要假的 一次 木拾 我們的廢棄 我們來處理服務處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改岛就到这边啦 下一次我们要把博物馆移到这边来哦 来把本岛给完成吧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请留言告诉我 或帮我按个喜欢哦 我们下次改岛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